兄弟们这昨天也成功帮助被新闻粉丝拿下卓越应激 所以我也直接踏入了传奇竞赛的大门 可以看到这一颗精准树棒也成功放了两名敌人 紧接着也在与队友提心协力配合之下 在这边远去也超过我扯面对 原本以为传奇竞赛第一场对局就会像这样从头顺到尾 但是没想到在后期站点的时候 也受到了一队亏平俊队的偷袭 这一瞬之间我头顺也直接飞过了两架飞机 好在这波集中生是翻下了楼 也在被他们打掉的瞬间直接逃出我飞魂 挤入了一个月前也直接逃离的战场 但是没想到对面主打的那就是一个阴魂不散 这背后就只是停机打药功夫 没想到后面两架飞魂竟然又阴魂不散追落过来 如果他们传言之间又只能再次跑路 由于这波一不小心装到这个树的缘故 这把溃平俊队也仿佛抓到我客栈 停在我侧面房间二话不说 直接又对我飞传一头不敌 即使这波使用月圈拉开的距离 但是最终孩儿们的女人我飞魂被他们打冒烟的事实 这种版本的确定他们要亏贫小黑的原因就是 这边我都毫无体验看到独外的S层了 就看起来飞机机又是在我身后紧追不神了 最终对面也急而警察我飞机 为了不被击毁人网友只能选择被迫跳击了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完成自救的 现在利用生法去躲避他们一破子弹 说逃出烟雾直接又丰满自闭 因为丰烟不但能遮掌他们的视野 从而也能给身手大平原我生成一点掩体 看对面加水开上飞机直接就发起进攻了 这个时候咱们千万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要想快速完成反差就必须要先确定他们人数 可以看到他们下级人数那起码是两个以上 所以这废话不错直接停天游面 可是我这终究是双拳的一次手恶骨夹不住群栏 我的传奇进来第一把那也直接碎了 所以新环不关我 也直接暂时看起来第二把对决 但没想到在这把我的意外集合的严重法随能力 这边我又只是现场教训了一波来补满边都该如何应对 假如这时候三一直接有人冲上来了 一辆车直接顶他们楼 不是谁能想到这系统也直接给我派过来一堆满边 有个小小模拟训练一应声被迫开启实战环节了 这波把他打倒原本想对他实际不连打逮捕的 可是那和后面敌人此时已然逼近 这波先是给他们一个进防错觉 等他们放多几地回来也直接对他进行被刺 打倒之后确实安全也直接对他们进行连打逮捕 所以停脚步最后一名敌人已然是暴露自身位置 我手拿大骨一不精确打击也直接完成面对 所以我也进入到几张刺激绝对权环节 我这一颗进入手法成功放了躲在10的后面敌人 正想使用第二颗进入手法把他们成功炸飞的时候 这么想到今天又突如其来冲过来就满边 我这把打法虽然有点些许狼狼 但是不过好歹我第一把也成功完成了敌敌 有了前面进行成功所有后面对军那边的速率许多 也是用了一个帅气两连滴 直接就让我完成了传奇三连似的 所以我反正坦诺的刑警直接看起来紧张刺激第四把对决 可以看到这么小的拳机场上竟然成功成16名敌人 几位男少女的拳队也紧张我最后一人 所以最后拳已经刷新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开机进圈了 这边我原本是想带在树上当一名技术主 但是可能还和前面敌人依然是发现了我的身影 所以我干脆就一步出二步出直接就会发起激光 所以我原本以为他这和我一样就是个小小毒狼 把创造的数据为了毅然决定选择回去捕头 但离我们就想到又是他身后间隐藏了他的队友 只如目中反映一点后飞机也直接被他们点炸 可想而是这种传奇精神的最后一把也直接被打出断包 现在就进去晋级成功也紧紧下他最后一把 那么就请今晚大家都来胡不见 见到最后的传奇时刻吧